还有三个月就要迎来国庆日 通讯及东媒体部长郭宾森宣布 今年的国庆主题是 爱我的马来西亚 干净的马来西亚 内阁也选择了8月3号 在马六甲举行国庆月 和张卦国旗的推介礼 郭宾森指出 政府估计庆典可以吸引超过1万人出席 但是场地还没有敲定 他补充目前有三个建议场地 包括英雄广场 独立纪念馆广场 和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 马六甲州政府也提出了 在吉里旺举行 无论如何政府会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包括向警方咨询 和研究交通流量后才做决定 我们已经提供了 我们已经提供了 郭斌森也说开幕仪式将会有首相敦马六主持 郭斌森在拜访马六甲州首长阿德利之后向媒体发表谈话 他补充政府非常重视国庆日的三个庆典活动 包括国庆月推介底 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 选择马六甲举办国庆月推介底 是因为这里是国父敦顾阿德拉曼宣布我国独立的地点 政府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让人民回味当年的盛况